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不仅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也能更快地融入到主流社会 越来越多的新移民也不仅仅想停留在只能坐地铁问路的英文水平 而即将开设的极客英文补习班就能满足大家的这一需求 由大法拉盛西商会和门罗大学合作开设的极客英语培训班现在开始接受报名 大法拉盛西商会总监崔荣准介绍说 基础入门的英语培训班在法拉盛地区已经有很多 这次的补习班定位在终极难度的水平 只在为需要学习职场英语的民众提供更专业的英语教学 英语培训班免费向民众开放 报名时需交40元的材料费 由于难度较高 主办方建议报名者最好是有一定的英文基础 以免跟不上课程节奏 报名的截止日期为3月20号 民众可以通过电话和登陆网站索取报名表 美国中文电视 王世瑶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